为了解决花莲玉里当地人口老化 还有青年外流与稀核的扬成问题 一直持续关注这个环保议题的 斜杠生活文化创办人张振宇 就发现了植物芦苇制作的习惯 能够被大自然完全分解 便决定投身创业 并与在地的旅音艺术家 优喜夫合作展开地方创生计划 运用了当地的丰富稀核资源 发展出芦苇吸管六级产业链 跌着头仔细地把芦苇用机器切开 切完就是无塑的环保吸管 他是一直持续关注环境保护议题的 斜杠生活文化创办人张振宇 本身投入无塑吸管多年 这次来到玉里是发现这里的芦苇 就生长在干净的绣布兰溪旁边 水池非常干净 非常适合推广芦苇吸管 我现在就想要去富裕这个东西 因为它可以巩固我们的那个水土 然后也对这个环境比较友善 它是动物的漆地 对然后刚刚讲它可以巩固那个沙石 因为现在就是很多都是在种西瓜 那它就变沙地了 那其实就会有阳城 这都是环境的问题 为了解决花莲玉里当地人口老化 青年外流与西河扬成问题 江振宇必与在地的旅音艺术家 幽西夫合作展开地方创生计划 运用当地丰富的西河资源发展 芦苇吸管六级产业链 不只是做西管而已 而是把它们带到西边去看 这个材料的原产地是这个 然后它跟河川的关系是什么 然后让大家有意识到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那时候 我们干净就是叫做 从西管到西管 西管就是这个的西管 第二个西管是西河的管理 所以我们是要带给别人 最后是拉到西河的管理 这个东西在台湾 目前应该是第一个 第一个做这个 对然后目前都还没有在地生产的 的这个潜力 所以我们就刚刚把这边当作是一个 一个起点吧 同时的我们也希望未来这个 绿色经济跟绿色工业 可以置入到部落里面 所以就在部落就有工厂的概念 但是我们做什么工厂 绿色经济的工厂 这个就是芦苇吸管 我们可以制造很多的部落的代业 的工作机会 那这是一个很棒的 可以是双赢甚至多方赢的这个 部落产业 因为我一直觉得 部落产业必须要有一个创新的思维 而且是要有有效的 跟环保有关系的这种 应该是智慧型的绿经济 大部分的植物吸管 都是以竹子为原物料 但是张正宇发现 台湾的芦苇资源其实不少 却没有芦苇的相关产业链 加上芦苇是一年生长的植物 又是强势物种 许多农民甚至需要在田里 喷洒农药来抑制维鲁生长 因此如果能够以芦苇制作吸管 不但可以为芦苇创造经济价值 也能够更妥善地利用这项自然资源 记者高双双玉里采访报道